双手抬向头部抓着毛巾两边 手中弯曲稍微朝向天花板 吐气时腹肌下沉 把毛巾拉离地板 所以你的身体离开地板 吸气时让身体回到地板 吐气时腹肌往下沉 毛巾拉离地板 头部颈部放松躺在毛巾上 吸气回到地板 这样重复几次 感觉头部的重量在毛巾上 所以脖子不会过度实力 头部颈部尽量放松 让上腹肌的力量将你的上半身抬起来 不要让头部离开毛巾 要放松地躺在毛巾上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来学习 如何用正确的肌肉做阳卧起坐 做对了你可以感觉到头的重量在毛巾上 脖子不过度实力 每次吐气时 让脚跟稍微往骨盆拉 这样会让大腿后侧 下腹肌稍微实力 让骨盆保持中立的位置 还有要让你的手肘稍微朝向天花板 手肘打得太开 会让头部往前 肩膀过度紧张 现在试试看不用毛巾 双手交叉放在头后方 吐气时 抬起上半身 感觉头的重量在双手上 所以脖子不会过度实力 我们的头通常都太往前 现在在用毛巾做同样的动作 看看有没有什么差别 希望毛巾会让你找到脖子放松的感觉 当你脖子不过度实力的时候 上腹肌自然就会使用的更多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请按喜欢并分享给其他人 如果想要更多的影片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在下一个影片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